哈囉大家好 我是虛雲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太坎王版已經開放的大騷動溫泉大作戰的特別活動轉蛋 SIDE A 這一次有三個新角色 魯斑 然後莫子的 他們兩個是合併角色 然後佐茨跟城隍 在開始分析之前我想要先抱怨個東西啦 我之前想說改禮拜五出分析 就是因為我想要有機會來實測這些角色 結果蠻多原因的嘛 這次不知道為什麼 平常會讓你有適用角色的地方呢 一如既往的還是沒有放東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搞什麼飛機啦 我也希望晚一點 如果晚上直播有機會的話 我們再來實在用這些角色吧 但就心情稍微有點不美麗啦 好那我們就先來分析吧 莫子魯斑三維的話是 1957365201596 確數人類體力型 CD6紅屬性攻擊力提升1萬 每吸收一個綠藍傷害珠提升100 防禦力提升5000 右下紅充能珠3 HP回復2萬特殊珠以外 各轉10個紅跟C 三回合C珠增幅 紅屬性攻擊力提升50 紅色珠增幅 三回合紅屬性防禦力提升100 黃色珠轉自成C掉落 CG的話是給予單體傷害 攻擊力成100% 自身以HP回復給予單體傷害 是血量的150% 紅屬性攻擊力跟防禦力提升50 被動1的話是破長跟防毒 被動2的話是一回合 破壞150個以上的射珠時 紅屬性點按次數加2 掉落兩個自身炸彈C珠特大 被動3的話是 隊伍內有攻擊型或回復型 直升血量提升30000 學術人類攻擊力提升5000 點按次數加1 被動4的話是 紅屬性在前頭時 附予紅跟愛心珠連鎖 C珠生成所長24 然後掉落兩個自身炸彈C珠超大 所以他這個技能組的話 第一個就是本身還是有弱屬性 那C也算痛一個單體的激烈傷 就是100% 然後還有一個體力值的150% 所以其實 倍率算CG倍率算是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本身配上被動3 有攻擊型或回復型的時候呢 自身攻擊力又可以再增3萬 所以本身這個將近有5萬的血量 那一顆C大概打多少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去算一下 然後又有再給血術跟人類攻擊力再升5000 所以其實他這一隻的只要有一個穩定的搭配的話 他的組成也不會到太差 C也不會太弱 然後本身也有在這個被動2跟被動4 也有破版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一隻的話算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技能組 就是該有的我覺得該有的都有 洛西啊然後連鎖也有 然後坦度看起來也是不會到太差 就可惜沒有反擊啦 但這技能組來說會比較偏向是輸出手段 除非你紅屬性真的缺一個黃色族的洛西 不然的話應該是算還OK啦 但我怕很多人可能紅屬性活力更強啦 那應該是可能不缺這一隻 好那第二隻的話是我們的城隍 城隍的話呢是神族UN恢復星 三維的話是11789276711976 CD6解除病毒黑暗 定時珠轉5個炸彈C珠特大 特殊注意外轉C珠中佐率充能珠 那綠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2萬 綠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呢 本身在提升2萬點按次數加1 C計畫是給予自身回復力為比例的單體傷害 我回復力的125% 10回合綠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100HP 回復1000 被動1的話是破泡泡跟防毒 被動2的話是黃跟愛心珠轉自身C掉落 回合結束時回復30000HP 被動3的話是1回合破壞10個以上的C珠呢 到回合結束為止 綠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5000 然後回復力提升1萬1回合最終發動5次 我第一次想說我是不是看錯 好那被動4的話是回合開始時呢 綠屬性攻擊力提升5000 最多提升到5萬 回復力提升1萬 最高提升到10萬 這次數值有時候會讓人覺得 誒我真的是看錯嗎 真的是蠻高的齁 好那這個技能組的話 嚴格來講其實是蠻鬼神的齁 光是不講他的主動技啦 主動技就是解除病毒黑暗 這個就是一個高難度平常會用到的 平常情況下可能啦 一般周回光是靠他被動應該就也夠用的差不多了 主要還是在於被動這個雙射弱蜥 然後本身還有一個給予全隊隊機質的能力齁 所以他這隻如果你真的很缺綠屬性角色 像是你們的呃 我們的五路你真的沒有抽到的話 也許城隍我覺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恢復性綠屬性打手 但如果你本身已經有豐厚的情況下 可能就會稍微裝一下板 因為豐厚也是恢復性 然後也有這個 新轉C掉 再來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還有木千歲 那木千歲如果真的只是想要這個解毒跟解黑暗的話 木千歲本身也是CD還更短啦 但效果可能是稍微平多一點 但如果是缺一個輸出Lade型的打手的話 我覺得城隍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第三隻的話是 佐慈 佐慈人類神族恢復性 三維的話是1264132159567 CD6特大雷射鞋 中左藍衝能珠4 以回合藍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5萬 中右藍衝能珠3特大雷射鞋 藍色珠跟寶藍珠增幅 一回合藍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300 CG的話是以自身回復力比例單體傷害 回復力的125% 三回合藍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2700 背中一的話是破搶跟破障 背中二的話是黃色珠轉藍色珠掉落 紅色珠轉藍包蛋掉落 背中三的話是一回合破壞20個以上的藍色珠 回合結束藍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5萬 然後一回合最多發動5次 破壞20個以上藍色珠的時候呢 回復HP2萬 背中四的話是紅屬性敵人在場上死呢 藍屬性暴風強化150% 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2500 好吧只能說著持這個版本的技能組嗎 可能他們官方可能意識到之前的那個 熱活版本實在是有點過於OP 就是放到現在他還是可以用的情況下 欸這個版本就算是慘遭大nerf 那這個熱技能組嗎 可能以現在藍屬性狀態來說 上場率應該是不會到太高 因為第一個就是他的增幅 雖然是好像一回合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300 但現在比較高的都很多 雖然本身被動2有這個雙色弱版啦 但可能用起來效益就會稍嫌的弱一點點 可能如果要這樣子做的話 會希望再多一個色珠強化吧 可能藍色珠強化個300%之類的 因為最近發現好像色珠強化 可能有點不受待見吧 最近有一陣子好像沒有看到了這個 所謂的色珠強化的技能組 蠻可惜的 如果多一個色珠強化的話 左磁應該還是會好一些些啦 好吧那做一個簡單的總評的話 就是這一次的三隻 我蠻喜歡城隍的一個技能組 也許晚上會來試試看 墨子跟魯斑的話是比較缺一個紅屬性的坦克角色 或是你缺一個不俗的洛西仔 可以來用 左磁的話只能說可能是這三隻裡面最慘念的一個 但是我相信這個卡面嘛 一定是還是會有人 嗯嗯嗯嗯嗯 那我就多收什麼啦 卡面的部分我們就不多收啥 好吧那簡單的講講這一次的整個活動看下來的話 這次活動送的登入獎金是以毒魯碰姆為主 那體育罐也都給蠻多啦 一天都給500體嘛 總共10天也是有5000體的量 那這次的活動關卡也算是蠻多的 第一根是一定有的每日一次 那有機會獲得65C角色那大家就記得 那天要去打 還有這個溫泉浪肯調查員 那也是一樣推薦用左磁啊 但到我路分析為止呢 我現在好友一個左磁都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是打日遊神 超誤司機也是打日遊神 嗯又是日遊神 那日遊神好像也是也是溫泉系列的劇情吧 一樣也是用墨子盧班 那一樣我的好友一個都沒有 好那再來的話是地獄桑拿呢 推薦通關角色是阿迪拉跟米諾塔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彼此的轉蛋角色啦 然後再來的話是還有一個吉烏斯級 然後可以獲得這個溫泉地鼠開發零件 那我在猜這個可能 可能是可能是配件之類的吧 那19號呢也有一個排行榜 那也是在下個禮拜二 那一樣這次公告是寫賽的A嘛 那當然就有賽B 那賽B的話就是阿迪拉跟卡爾瓦康蒂的轉蛋 那一樣他也是兩隻角色啦 那一位是19號開放 可能18號才會有一個技能組才能來看他的狀態啦 那不過這樣子從整個賽A跟賽B的技能組這樣看下來的話 當然是賽A的技能組有不錯的 但也是有偏殘念的啦 這樣整個活動看下來的話 其實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活動吧 那至於要不要抽的話 我是覺得這一次就比較看個人一點點啦 那這一次這個活動其實也看出一個還蠻特別的點 就是現在的海外活動應該就都會是以這種 活動比較大 可能一個禮拜這種活動時長達到一個禮拜 然後分兩池 一池賽A可能就禮拜五出 然後賽B的話就在禮拜二出 那也一樣就是會變成 不管是台版還是國際版那邊的角色 就會同時塞在一個活動這樣子出啦 那我相信大家應該會對這種東西 會有想討論的地方 那我們也許我們今天晚上在邊實戰這些角色 我們也可以在邊聊這部分的想法 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那如果我覺得這樣子做有好也有壞 然後就到時候再說吧 那今天的分析就先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真的是很賭蛋 就是居然沒有實測的機會可以來錄這個分析 我就很不爽 那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員當然 按個讚 啦 我記得要看 留言